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敬礼传神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华王喀玛巴 敬礼徒登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禅成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西方极乐世界 马哈双灵词 大福金刚 莲花童子 师母 敬礼优独播剧场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而 ko 你说肉 今晚好 廉登大福 记者 Field 给 dir 是一道 为充圍 为充圍 今天我們同修是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 就是我在我26歲的時候 那麼被帶到 進入這個光明圈裡面 然後去到另外一個世界 看到自己原來的形象 看到自己原來的形象 姚思琴姆在我耳邊跟我講 那個就是你 你就是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就是你 我憑著這句話 非常的清楚 26歲到今天 台灣歲 78歲 仍然歷歷在目 好像就是 剛剛昨天發生的事情 一樣的 從來沒有忘記過 也就是這個精神 也令我修持不錯 沒有停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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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姚思琴姆不這樣子講 說你就是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就是你 那我覺得 在這世界上 那我覺得 那也就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你既然 因為你既然 有蓮花童子的 過氣式的這種身份 那你將來一定要修持成就 回到了自己本身的本位 這就是堅持啊 不屑 就是說沒有拖懶 一直繼續的做下去 那也不會說 感覺到疲倦 或者要休息 或者可以停下來 可以退下來 可以不做了 那78歲 都是退休年齡的 這個 一般來講 差不多幾歲退休啊 啊 65啊 哇 哇 還在繼續拼耶 哈哈 就是這個精神 哇 一直做下去 啊 最近呢 我想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兩年多的這個疫情啊 都把很多的生活中的 上師 法師 啊 或者是同門 都困住了 可以講這個很多的上師 也沒有出去做弘法的事情 很多法師呢 很多法師呢 在這兩年多的疫情當中 也是少有這個往來 同門之間啊 像西雅圖雷仗士啊 像 彩虹雷仗士啊 平時來 以前的法會 都是很多很多的人 幾千人 幾千人以上的 那在台雷的話 就是萬人以上的 這個 每一個禮拜六 都是萬人以上的 這情況 這兩年多就比較少 兩年多就是很少 都被困住了 想跟大家講的說 這就是 聲音如Fundation 如聲音部 是基金會 這兩年多來了 這個資金也缺乏 因為同門大部分都被困住了 而且有的生意做得不好 有的就比較衰退的現象 經濟也不是很好 所以 贊助的就少 聲音如Fundation 如聲音部 基金會 那麼 佛親師姐呢 她在 祖禮 這個如聲音部是基金會 那 她資金缺乏 那我也知道 她跟我講說 這個 那就要 把師尊自己贊助 這半年來 這半年來 這就是 最近半年來 那我自己 就很慷慨的 贊助了 這個 75萬美金 75萬美金 其中的50萬 是作為 布施在這個 醫療 COVID-19 醫療器材方面 那 那 25萬 那 那 25萬 是因為 西雅圖 有一個 建安寮寮院 跟一個 國際診所 要聯合起來 要蓋一個 華人的老人院 華人的老人院 那 佛親就跟我講說 我們聖恩路 Fundation 要去贊助這個 華人的老人院 那 跟我講說 要贊助 25萬美金 那 我也給了 前幾天才 簽了 本來問我說 要贊助多少 我說 你自己 想多少 就多少 他就寫了一個支票 叫我簽名 那 50萬也是我簽名 25萬美金也是我簽名 通通都我簽名 簽的時候很大方 很慷慨 但是晚上回去的時候 就悲從中來 就抱著棉被哭了 心如刀割 晚上 連戲幾個晚上都沒有很好的睡 不過 這個 婆親友安慰我 他說 爸爸 我是在幫你做善事 這就是安慰人 他幫我做善事 好了 他也知道我是很省的 在台灣 在台灣 我只有買水 在美國 就是 加油 加這個汽油 gas gas I drive a car go to the gas station buy the gas in Taiwan just buy a water 還花過什麼錢嗎 never 從來沒有花過錢 我從來不花錢的 既然佛親 一下子發掉我 七十五萬 這個想想 畫畫也是很辛苦 這個 沒有洪華 沒有什麼 income no income 畫畫就是人家 也是 供養 也是一種供養 現在 就畫畫為生 那個 income 都是small potato 問世 從星期一到星期六 這是人家隨意 這個也是small potato small potato chip 這樣 勉強存 存 存 一下子沒有 這個噩夢初醒 所以希望人人君子 啊 這個 這個深淵路 fantation 好久沒有服役了 很少講 人人君子 是 多少 多少 因為我們不思的出去 那麼 所有同門 及同門的力量 也給深淵路fantation 一點不思 我意思是這樣子講 我意思是這樣子講 免得 這個 一下子 世尊好像就變成 一窮二百 不過你今天看到師尊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把這個 在銀行保險庫的這個 東西就拿出來掛 我會覺得 不要給人家看摔 因為這種東西我是藏起來的 這種 這個人家 曾宋靈 從台灣拿回來的這個真品 現在都掛了滿手 都是亮晶晶的 不要給人家看摔 要自己爽一爽 免得這個窮光發露 窮光不是佛光發露 是窮光發露 人家把你看摔了 你這窮光發露 你沒有錢 窮光發露 現在要掛一掛 表示自己還是有豪氣 那 不帶白不帶 帶來也是白帶 不過 讓大家亮一亮相也是好 亮一亮相 自己也 心情好一點 免得以為自己已經沒有錢 看一看 心裡也舒服一點 這是今天跟大家 講講的額外之體 額外之體 蓮花童子嘛 大胡金剛 對不對 大胡金剛就只有這樣子 吃啊 講這個笑話吧 這個小明跟他的老婆講 這個小明跟他的老婆講 老婆啊 跟他的老婆講 我們兩個能不能不要吵架 我們兩個能不能不要吵架 互相跨獎對方的優點行嗎 老婆講說可以啊 老婆講說可以啊 小明講那你一人一聚 你先誇獎我 老婆講 你真帥 小明講 你真的很有眼光耶 老婆就又講 你呀 成熟 成熟 穩重 小明說 你真的很誠實 老婆又講 你有一個優秀的老婆耶 這老婆講了 你有一個很優秀的老婆 小明說 你實在很幽默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誇獎 老師問小明 如果有人因為你很愁 所以他給你一萬塊錢 你會收下這筆錢嗎 這個人講你很愁 所以給你一萬塊錢 你會收下這一筆錢嗎 小明回答 當然會 否則我不但愁 我還傻呢 人家給你錢 只要收下來 否則你就是傻子 老師又問小明 有一個美女跟一個醜女 同時掉到河裡 你會先救哪一個 美女會嫁給你 愁你啊 愁你啊 會給你十億 十億 億也 但是你只能夠救一個 小明在那邊 嗯了半天 他講 我不是很重視錢的 我也不愛錢 錢不錢都是無所謂的 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歡醜的 所以錢跟美麗來講起來來講 還是錢重要 還是錢重要 老師問小明 知道什麼叫做頭昏眼花嗎 小明你如何解釋 小明解釋 這個意思就是頭昏 意思就是頭一次結婚 沒有什麼經驗 眼睛花啦 還選錯人 所以才叫做頭昏眼花 好了我們進入主題吧 馬來西亞 蓮花謝梅南 問的 這個名字很俗耶 謝梅南 喔 我記得啦 以前我們在台灣有唱一條歌 梅南 梅南 我愛你 這個名字很俗耶 這個名字好俗喔 原來是這條歌 蓮花謝梅南 問的 鼎以師尊 Om Guru念生 Sityom 有以下幾個疑問 想請師尊解剖 人死後是中陰生 以業力輪迴到六道 在中陰四十九天裡 他們游利於無形 無氣的世界 這靈魂也叫鬼嗎 師尊說有善鬼與惡鬼 為什麼過了四十九天 他們還在無氣的世界 而沒有輪迴到六道 一般的經典裡面 在道家講 在道教的經典裡面講 或者在密教裡面的經典 也提到 中陰生四十九天以後 就要輪迴六道 就要輪迴六道 依照你的業力 去輪迴 也不一定是六道 到各個境界去 他問 在這個無形無氣的世界 這個靈魂也叫鬼嗎 我們人就是這樣子 我們本身是有肉體的 鬼是沒有肉體的 處於一個中陰的狀態 就是 在還沒有輪迴之前 全部都叫中陰 又叫中有 這個中的意思就是說 在你死後 還沒有輪迴之間都叫中 就是在死跟沒有輪迴之間都叫中 因 就是已經死掉了 那麼中陰生這個靈魂也叫做鬼嗎 我們平時都叫做鬼啊 人死為鬼 人死為鬼 人死了 他就變成鬼 大家都怕鬼 因為 我家裡有很多鬼啊 但是 這個 這個 我家裡的鬼也跟我講 他說 盧時尊 大家都怕鬼 他也問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不怕鬼啊 我跟他回答 鬼也是眾生之一 鬼也是眾生之一啊 我是眾生 那你鬼也是眾生嗎 那眾生跟眾生 有什麼好怕的 沒有什麼可以怕的 只是我們恐懼那個死相 我們都講的死相難看 這個人很死相 死相就是 不是活潑青春的樣子 師尊追有善鬼與惡鬼 沒有錯啊 因為你在生的時候啊 佛教 《金剛經》裡面講 把善事都稱為布施 所有的善事都稱為布施 那就是善鬼 因為你布施很多 你沒有做惡事 那你就是善鬼嘛 那惡鬼呢 就是你做了很多的壞事 死後變成利鬼 那個利很利 很利的鬼 所以師尊的鬼 大部分跟著師尊的鬼 都是善鬼 跟著鬼博的鬼 都是惡鬼 那個叫利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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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問 為什麼過了49天 他們還在無氣的世界 而沒有輪迴到六道 那你怎麼知道 你問這個問題 你怎麼知道他們 過了49天還在 如果依道家來講 道家有一個層 在地域有一個層 叫做 歐西俠 歐西俠 你不是你的壽命到了 死的 你壽命還沒有到 但是你就死了 如果你壽命到了 你死了 那個叫做 我們稱為 這個叫做善宗 善宗 就是說你壽命到了 那你就剛好 你那個時候也死了 那就會49天輪迴 如果你壽命沒有到 你可能會到 歐西俠 就是淹死的 淹死的 出了意外死的 或者被凶殺的 或者怎麼樣子的 很多的很多的淹死的 其實那個時候 你的靈魂 不是到了 翁西俠 你就變成孤魂烈鬼 所以他們在無氣的世界裡面 沒有輪迴 還在流浪 要到他們的生命 到了 到了善宗的那個年齡的時候 才在六道輪迴 這樣了解嗎 這是他的第一個問題 他還有這樣子講 他說 看染燈雜誌 有一個泥鬼 藏衣牆壁 在一所房子裡 且實施以主人的小女兒交談 或被師尊帶走 還有一些惡鬼 騷擾你人 在睡覺的 睡覺時 文集 二八八 一男子奇想 一灘血水 我也知道 人的陽氣是很重要 和思維要正不邪 不淫不歪 或者會招引這些惡鬼 請師尊解答 為什麼他們還都留在六道以外的世界裡 剛剛已經跟你講過了 因為你是淹屍 你不是你的壽命到了 你不是善終 所以你還都留在六道以外的陰界裡面 這個已經講過了 但是 鬼本身來講還是有他的意念 如果他存在著人本身的意識在裡面 他仍然有貪 誠 知 還有貪 誠 知 所以要 要正 不邪 不淫 不歪 你如果有那個念頭產生出來 你有那種歪念頭產生出來 那鬼就很容易來干擾你 你念頭不好 有不正的念頭 或者你有邪淫的念頭 或者你有這個 不好的想念 都會淫鬼 負在你身上 他寄生在你身上都有可能 所以好像師母在我家裡看到那個牆壁 平時這牆壁是一面牆 怎麼這裡有一個洞呢 她看到的是牆壁有一個洞 其實我看到 我說我不用眼睛看 我就知道那是牆 沒有洞 但是她看到有洞 而且洞裡面還藏著一個鬼 她看到了 師母看到了 還沒什麼 牆裡面有鬼 一個女鬼藏在牆壁 沒有錯 還可以跟小女兒交談 沒有錯 有這種事情 都有 所以我們人 你要有正念 不要有邪念 有正念 那個邪鬼不會赴你的身 不會去戲弄 在你的夢中戲弄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發生 這是有的 第二個 她的問題 聽老人家說 如果家人死在因利的初二 不管在哪一個夜份 回魂頭七那天 全家人要在外過夜 不能留在那個屋子裡 否則會遭遇不幸 在以後的日子裡 意思是會有家人再去世 這是否正切 什麼理由 那是人間傳說 你聽到的是屬於傳說 不一定正切 不一定正切 我從來沒有 老人家講 如果家人死在因利的初二 因利初二 不管在哪個夜份 回魂頭七那天 全家人要在外過夜 不能留在那間屋子裡 那要去住在hotel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裡有幾個hotel 這個 什麼hotel啊 Extended 是紀律我們最近的 歐末里 也是在附近 阿子爾 就在這裡 Fairfader 就在那個高速公路旁邊 我們這附近有很多同門常常去住的幾個飯店 那 家人死在因利初二 不管在哪個夜份 頭七那天 家人家人在外過夜 我是沒有聽過這個傳說 你沒有聽過這個傳說的幾首 有聽過這種傳說的幾首 你們有這樣子做嗎 有沒有 沒有嗎 我們也沒有啊 只有你有 那你相信你的 你相信你的 我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管三七二十一 這個 五二就是十 這個 三五就是一十五 三七二十一 這個我們是不管 我沒有聽過這個傳說 我自己也沒有這種講話 聽老人家說 人家講說孔夫子七十三歲的時候 他就過世了 他就是老人家 我七十八歲了 我也是老人家 老人家我沒有這樣子說 我也是老人家 老人家我沒有這樣子說 我七十八了耶 我跟那個 我的那個 幾個 doctor 講說 I'm 78 蛤 78 You are 78 I don't see so 他不相信我是78歲耶 我78歲耶 我可以做 Easy 真的我現在還可以掉雙槓 當槓 每天在做耶 我會很輕鬆的 對不對 這個 手腳都很有力耶 我要跑一百公尺跟大家比賽 對不對 對不對 老人家講 我就是老人家 但是我從來沒有這樣子講 第三個 吃尊的腫瘤符 原本是要給A泛者吃 但基於一些原因不能吃到 那這張符適合可以繁化掉 或是給另外一個腫瘤的泛者吃 或給無病者吃可以嗎 用於防患 用於防患 後面還有一個瓜符叫 用於防患 你真的是想太多了耶 我要告訴你喔 這種流科符 畫符的人 來加持的佛菩薩 跟吃符的人 三個要素一定要有 這個才會有效 我畫符的人 是畫給哪一個人 加持的佛菩薩 用加持力加持在這個符上 符才有靈光才會靈啊 那你給要給這一張符 有病的人吃了 這個才會有效 那如果對象不對 那就不對了 就剩下三個因素 畫符的人 吃符的人 跟佛菩薩的靈光加持 這三個基本要素都要有 否則這個符沒有效 你說 我這個符啊 就隨便給一個人 因為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吃不到 所以我就隨便給一個人吃 那個人根本沒有什麼信仰的 他吃了 吃了等於白癡 或給沒有病的人吃 他根本沒有腫瘤 他想說用魚還飯 那我天天都要吃了 我要還飯自己啊 不可以的 那不是畫符不是玩的 有的人學會畫符以後 亂畫符給人家 說我要給我的左右靈基吃 我畫了很多啊 給他的左右靈基好心啊 封給他們吃 他們到底有沒有這個信仰 有沒有那個 你都搞不清楚啊 那就不對了 不可以的 這符不是用來布施的 符 要布施啊 就要給 聖煙如foundation 對不對 那符不是用來布施的 好 好 這個好像是講過了 幾個男子 合之要開一家公司 為了彰顯公司的霸氣 所以起名字叫能力 能力公司 聽得多霸氣啊 於是大家很高興去申請 拿回營業執照 拿回來以後大家幾個 都看傻眼 只看見執照上面寫著 能力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有一位 Hollywood的導演 決定送給他的母親 一件生日禮物 他聽說有一個小鳥 能夠講十二種語言的話 這是鸚鵡啦 他可以講十二種語言 還可以唱十首著名的歌曲 還可以唱十首歌 又能講十二種語言 立刻決定買下這隻鳥 送給母親 母親節快到了 為此他發了五萬美元去買這隻鳥 在他母親生日的第二天 他給母親打電話 你覺得這隻鳥怎麼樣好 怎麼樣媽媽 他母親非常愉快地回答 味道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吃掉 吃掉 欸 欸 我們今天講金剛精 好 現在 一盒禮相分第三十 一盒禮相分第三十 這個佛陀講 問 西伯迪亞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 淋為淋為淋為淋 一以銀河 四為淋重 淋為多不 這個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說 問西伯迪 用三千大千世界淋為淋 我以前講三千大千世界 我們現在這個世界叫小千世界 三千個小千世界 就變成一個中千世界 三千個中千世界 才變成一個大千世界 三千個大千世界 才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你看三千大千世界 就已經很大了 數都數不清了 還把它淋為淋 把這三千大千世界 全部把它變成PM2.5 PM2.5 你看都看不到的飛塵 飛塵是可以看得到 看都看不到的就是PM2.5 那麼小的微塵 多不多啊 而佛陀問西伯迪 西伯迪答 哇 很多啊 師尊何以故 若 若 是微塵重 十有者 佛 既不說是微塵重 所以則何 佛說微塵重 既非微塵重 是明微塵重 這句話 這句話 西伯迪回答是很多啊 釋迪摩尼佛又問他 為什麼呢 釋迪摩尼佛回答 其實我跟妳講 所有的微塵重 十有者 佛既不說是微塵重 如果有這麼多的灰塵 佛講 那不是灰塵 那個不是灰塵 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佛說啊 這些灰塵 都不是灰塵 未來 要有這樣的講法 所以叫做微塵重 這樣聽可能還不太清楚 有的講說 這麼多 但在佛的眼中 是沒有這些灰塵重的 佛的眼中是沒有這些灰塵重的 如果要講說有這麼多灰塵重 那給他一個名字 那個就是微塵重 意思就是這樣子講 佛講那不是微塵重 為什麼呢 因為佛說很多的微塵重 都不是微塵重 為了稱呼這種東西呢 所以 師尊給他一個名字 就叫做微塵重 師尊又講了 如來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 忌諱世界 四明世界 何以固 三千大千世界 都不是世界 釋迦摩尼佛講的 都不是世界 所以又叫做世界 為什麼呢 因為世界 石油者既是一核像 重點就是在一核像 重點在一核像 如來說一核像 既非一核像 一核像也不是一核像 所以就叫他那一核像 西伯提一核像者 既是不可說 既是不可說 但凡夫之人 貪著其事 所以現在要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一核像 所謂一核像 就是組合 你說沙伯世界有多少人 很多很多啊 人 很多啊 各種種族的人 多得不得了 是不是 很多種族啊 這個 像中國大陸 漢人 漢 滿 蒙 漢滿 就是東北人 蒙是東北人 滿 蒙是蒙古人 蒙是蒙古人 回是新疆人 藏西藏人 苗 苗族的人 漢滿門回藏苗 中國就有 這些種族存在 每一個種族都有很多人 這樣多不多啊 多啊 你看一個上海市 兩千六百萬人 兩千六百萬 一個重慶市 差不多是等於整個台灣的人口 等於是一個國家的人口 那麼多人 哇 不得了 中國大陸的人口也是很多 印度的人口也很多 還有像那個 很多的這個國家 人口都很多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 真的 有黑人 有白人 有黃種人 主要還有棕色的 還有這個灰色的 什麼顏色的 種族的人都有 很多 很多 但是在佛的眼中啊 都不是人 為什麼呢 這都是組合的嘛 一合像就是組合的嘛 什麼是組合的 你每一個人都是地水火風組起來的啊 地水火風加上一點零氣 去組合嘛 或者是變種的啊 很簡單講啊 變種 你看那個COVID-19 都是變種啊 為什麼 這個跟這個結合 變種 他們是真的是 這些病毒啊 都是寫了祕教 祕教的佛菩薩都是變種的啊 很多佛菩薩都是變種的 你看大威德金剛 是文之施利菩薩 跟炎魔法王 彼此之間 結合起來變種成為大威德金剛啊 那不是變種啊 單純講我們一個人好了 你不是變種的嗎 你也是變種的啊 哪一個人不是變種的 都是合 組合的啊 那你的父親跟你的母親 兩個合起來 才變成一個長蟲跟一個炎蟲 一個長形的蟲 跟一個炎形的蟲 兩個合起來 才變成你啊 那你組成的分子是什麼呢 也是一合相 什麼是一合相 地 水 佛 轰嗎 就是一合相嗎 這研俱起來 它會善的 你不要講人喔 人是變種的 所有一切眾生 包括這個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水裡游的 全部都是變種的 連續近病毒 通通都是變種的 這個講得太小了 講大一點的 地球也是變種的 地水火風 整個地球也是變種的 所有的星球全部都是變種的 所以整個小千世界 大千世界 中千世界 全部都是變種的 都是一合相 全部是組合的 那個叫一合相 這樣懂得一合相嗎 所以你看喔 不要說我們生物是一合相 所有的table也是一合相 你看這個table 桌子 chair 一合相 這是木頭啊 這木頭是哪裡變種來的 這個 這是變種的 這是樹啊 樹把它整理整理啊 把它變成一個形狀啊 然後抽屜歸抽屜 桌子歸桌子 其中還要有這個 加上的釘子 或者是這個 裡面有一些鐵器 把它組合成為一個桌子 這是一合相 桌子是一合相 這個也是一合相 椅子也是一合相 什麼都是一合相 那個是從地裡面拿出來的 那個礦物質啊 把它組合起來 就變成一個香爐 這個都是一合相 那師尊這個 這很貴的東西 這是黃金 紅壁錫的寶石 還有很多的小鑽 小鑽在裡面 小鑽石 還有很多 然後把組合 經過這個設計師去組合 這是什麼東西啊 一合相 這個像一個 曼陀羅 這個紅壁錫是一個中心 是一個本尊在這裡 其他的就是他的建屬 這個就是他的範圍 就是他的一個界 一個界 這個就是一合相 隨便講都是一合相 任何東西都是一合相 這個鏡子 這是玻璃啊 玻璃裡面還要加上銀 加上銀呢 塗上了銀光 那麼就變成鏡子 可以造人的 玻璃是不會造人的 但是他把它塗上了那個反射的氣 然後再加上這個 再加上這個 這個可以旋轉 加上一個台 這個鏡子就是一合相 沒有一樣東西不是一合相 任何東西都是一合相 包括這個錄影的 全部都是一樣塑膠的鋼鐵 或者鐵枝啊 礦液 這個塑膠 膠質 什麼東西結合 還有這個眼前的玻璃鏡子 裡面的那個 線塑膠的 電線塑膠的 全部都是一合相 沒有一樣東西不是一合相 佛的眼中 一合相是空 一合相 一合相就會 不是一合相 他勉強就給他稱為一合相 我們人啊 一合相才多呢 你看頭髮 我們人是有頭髮 有眼睛 有鼻子 有嘴巴 有牙齒 有耳朵 全部都是組合的 全部把它組合起來 五官全部都是組合的 這個就是一合相 分開來就不是了 我告訴你 你只要把這個頭一分開來 那就沒有了 眼睛歸眼睛他看不到 耳朵歸耳朵他聽不到 鼻子歸鼻子 他吸不到空氣 你說牙齒拿出來可以吃東西嗎 不能吃啊 你必須要一合相才能夠有作用啊 分開來什麼都沒有 所以釋迦牟尼佛講 一合理相分 全部都是一合相 分開來就沒有了 人死啦 就分開來啦 我告訴你 你要佛的時候 也不是你的 大家以為說 哦 佛 我是我 人家佛講說 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他不是他 為什麼 你以為 你這個你 你能夠自己控制嗎 讓 告訴你 告訴你 不能控制 我眼睛要看 年紀大 你眼睛一看 欸 看不見 眼睛 視茫茫 這滑蒼蒼 齒搖搖 你的嗎 你想要牙齒咬 咬多硬的東西 你要 牙齒也不一定是你的 它掉了 就不是你的啦 弄了個假牙 眼睛 也不是你的 你能夠控制嗎 你要看多遠 近呢 你看不見 師尊啊 這報紙啊 這是報紙 報紙的字 師尊就看得到 一對情侶結伴旅行 當他 他倆乘坐的火車 穿過 漫長的隧道出來以後 男的講 如果早知道隧道這麼長 我就給你一個吻 那個你的就叫了起來 天啊 那剛才吻我的 不是你嗎 這是報紙欸 這個字這麼小 師尊看得到啊 你戴眼鏡了 你摘下眼鏡看看 你摘下眼鏡看看 看得到嗎 眼睛是你的嗎 不是你的 耳朵也不是你的 嘴巴也不是你的 牙齒也不是你的 你說前幾天師尊腰痛 那現在已經拿掉了 你叫腰不痛 他就會不痛嗎 他還是痛啊 腰是我的啊 但是我可以命令他不痛 哪裡讓你命運 你的命運沒有用的 腰也不是你的 年紀大了 先從腳壞起 你膝蓋痛 既然是你的 既然是你的 你就叫他不痛啊 你就叫他不痛啊 但是他還是偏偏痛啊 你就要去修理修理 你這個機器壞了 你不過是一個組合的東西而已啊 不要以為都是你的 這個就是 是釋迦牟尼會講的道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三千大千世界 只要一分三 都沒了 所以釋迦牟尼佛講 西伯迪一合相者 即使不可說 本來是不可以講的這種事情 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人就是有貪念 佛陀的意思是講說 人不要有貪念 因為身體都不是你的 你貪什麼貪啊 我看到這裡啊 尖那這個七十五萬美金 心裡有點不捨 但是你不能貪那七十五萬美金是你的 其實也不是你的 因為你用不到嘛 你用不到這七十五萬美金嘛 You just buy a glass just buy a water just buy a water 你don't use the money 那就 布施給別人 有什麼呢 所以你在想一想你就想開了 什麼是你的 你以為師尊帶出來這個東西 當然是師尊的啦 這個是師尊的 也不是師母的 因為這是人家送給我的 還有一個弟子送給我的 人家送給我這麼好的東西 那是我的嗎 只是讓你借你呆看幾十年 借你呆看幾十年 你看我想通了 我放在銀行的保險箱裡面 你通通沒有拿出來 有一天 你四大分散了 這是你的嗎 沒有啊 你在銀行的保險箱裡面 誰的 誰拿著也不是你的 我暫時想一想 想通了就拿出來掛 想通了讓自己爽一爽 對不對 這一時之間讓你爽 以後就不是你的了 你以為你老婆是你的 我告訴你喔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大家以為我那個漂亮的老婆是我的 不是你的 有一天你死掉了 她還年輕 她還嫁給別人 沒有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東西 記得釋迦牟尼佛講 凡夫之人 只是做提示 沒有懂得這個金剛經道理的人 都認為是自己的 我才不認為這個是我自己的 我也不認為我這個 手上刻著我名字的 這是我的 刻著我名字一定是我的 這個勞力士也刻著我的名字 聖宴 把勞力士兩個字拿掉 這個字拿掉 用來一個黃金的貼上去 刻著我簽名 這上面有我的簽名 這是聖宴牌的老意思 這是聖宴兩個字這麼大 聖宴兩個字這麼大 聖宴是我的項鍊 對 記得等到我火花的時候 這個也給它燒掉 燒不掉啊 這個東西燒不掉 它還是保存下來啊 你都變成飛了 你自己都變成飛了 一缸飛了 這個東西燒不掉 所以還留著 雖然刻上你的名字 也不是你的 借你呆看幾十年 你只是呆呆看而已 錢也不是你的 房子也不是你的 車子也不是你的 都是一盒像 房子是一盒像 車子是一盒像 你是一盒像 整個地球都是一盒像 整個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一盒像 只凡夫之人啊 不懂得一盒像的道理 以為都是他的 沒有這回事 所以啊 你看那個 這個 這個二巫之戰 他們都以為 我佔領了 你這個城市 City 我佔領 他以為佔領的就是他的 在我們眼中看起來 真的是 Game 遊戲 在我們眼光看起來 根本就是遊戲 在那邊玩遊戲耶 在Play game 這些人在玩遊戲而已 职早 騎士 凡夫啊 都是一些蠢蛋 蠢 愚蠢的蠢 蠢蛋 全部都是一些疑蠢的蠢蛋 沒有智慧 沒有如來的智慧 如來的智慧 明明跟你講 全部都是一盒像 你就是不相信 你還相信這一盒像 還相信什麼東西是你的 所以 笨啊 你看那漢武帝 你看秦始皇 做皇帝 做得很舒服 就想長生不老 漢武帝還去練丹 秦始皇也是叫徐福 去海外求仙丹 三千同南 三千同寧 結果去到海外去沛隊 他們誒 陳始皇 你看他想做皇帝 做永遠的皇帝 漢武帝也是浩大喜功 哇 佔領了好多土地以後 漢朝 你看漢人 你看最偉大的皇帝 漢武帝 他要當神仙 永遠不死 結果不知道死了多少年 他也吃 那個道士練的丹給他吃 練丹 練那些丹丸給他吃 想要長生不老 沒啊 沒啊 釋像摩尼佛講 錢是一盒像 貪著其事 貪 都在貪 都在貪 所以 修行人 欲望 越少 越好 最好 但 淡薄 人要淡薄 不要強起豪躲 懂得 懂得這個道理 因為佛陀講 但是 凡夫之人 貪著其事 貪 還是貪這個一盒像的東西 所以 為什麼 修行人 能夠心平氣和 能夠一切看淡 能夠好好靜下心來 無念 因為你不貪 不貪當然可以無念 你有貪念出來 你哪裡能夠無念 你無念 真佛經講的 無念 也為正結佛寶 你沒有那一種不好的念頭 產生出來 你念頭完全空掉 這個時候 你就成就了 真正的佛性顯化 佛陀教我們修行是這樣子 你先明白這個道理 然後去實踐 然後去實踐 不貪著 鬼伯為什麼要叫你說 誒 這個你欠 你前世欠這個多少錢 你要錢要給我給鬼伯 當初他還去買樂透 當初他還去買樂透 看我們西雅圖很多人種樂透 他也叫同門港外去買樂透 結果連一個種都沒有 他甚至買樂透的采件 分給大家 這樣子 大家分 希望能夠種 都沒有種 貪著其事 貪著其事 到來有一天你就知道了 身體都不是你的 還貪什麼貪 所以告訴大家 今天這個金剛經的道理 要聽清楚了 不要貪著一盒相 凡乎就是貪一盒相 貪什麼 黃子 車子 貪什麼 貪這個 黃金 鑽石 寶石 貪什麼 貪你的外貌 長得很美 很那個 要他他美 他都美不起來 就是這樣 越來就越老 到時候就直離破碎 一把火燒了 什麼都沒有空了 那時候就不會貪了 還是會 靈魂還貪了 中陰還在貪 所以這凡夫之人 你如果懂得這個道理 你就不會貪著 那時候你會顯化你自己本身的佛性 這光明啊 光明毒藥 非常的燦爛的光明 這毒藥 有一天啊 爸爸很生氣的打小明一巴掌 小明去跟媽媽哭 問媽媽 如果有人打你的兒子你會怎麼樣 媽媽講 我會再打他兒子兩巴掌 打了半天都打到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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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沒有水 假如你跳進去你能出來嗎 小明講 這還不簡單 我把腦子裡面的水放出來 不就飄了起來嗎 老實說 你腦子裡哪有那麼多水 小明講 我腦子裡面沒有多水 我幹嘛要跳 對不對 五米的坑你為什麼要跳呢 小明很聰明 大家要寫寫小明的聰明 阿媽的貝美好